我們今天有一個三立新聞獨家 獨家是什麼 就剛剛那個1500萬是有關係的 而且就跟李金不一樣 他把它寄在Excel裡面 而且這個是我們三立的女戰神 馬玉文的獨家 檢方那天在搜索的時候 搜了一個USB的隨身碟 那個USB的隨身碟 裡面有一個Excel檔案 那個是柯文哲自己寄的帳 根據三立新聞獨家內容 寄了很多筆 審慶金金手人某某某 金額1500萬 集團總裁金手人某某某金額 科技業大佬金手人某某某金額 百官行訴嗎 對對對 類似百官行訴的概念 當然政商關係非常良好 這我們可以理解 第一個 我可以確定這不是政治獻金 因為它超過限額 因為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即使是營利事業 它捐給候選人的上限是100萬 微金集團可不可以找到15間公司 每一家捐100萬 湊1500萬一定可以 但是它不會是一筆 因為徐旭東 遠東集團最喜歡做這種事 它都只公司 然後100100這樣捐 好 這是完全合法的 好 所以這第一 這不是政治獻金 第二 你如果在柯文哲申報給監察院政治獻金賬戶裡面 我們其實並沒有看到 審慶金 審慶金或是微金集團關係企業的名字 沒有 所以這個1500萬一定不是政治獻金 而且政治獻金怎麼會柯文哲自己寄呢 柯文哲不是說你都不管賬嗎 都被你那個認識50年同學李文中給陷害了嗎 那怎麼會自己寄帳 那代表什麼 會自己寄的帳 這個有償私房錢的人一定有這個經驗 有王瑞德哥 對 會自己寄的帳 一定是不想讓別人知道的帳 所以這筆錢 陳貝琪知不知道 我不確定 糟糕了 我不確定 那就算他知道也無所謂 但是我覺得這幾筆錢 因為反正現在USB隨身碟 已經扣在檢察官手上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跟余江金講說 這個議題可以考論到年底 為什麼呢 因為討論完審慶金還有集團總裁 還有科技業大佬 而且集團總裁科技業大佬 會不會是我們曾經在節目中 相關的弊案 不小心講過名字的 搞不好也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要不然沒事幹嘛給柯文哲錢 而且還有有沒有關聯到市府相關的案 不然這些財團老闆 為什麼要這麼大手筆 對 所以有沒有一些相關的對價 這都值得去把他對起來 所以你說柯文哲現在雖然目前的證據是土利 但是如果這個是確定 而且檢察官去繼續查的話 他會變成收賄 違背職務收賄是十年到無期徒刑 所以這個案子 我看柯文哲 你在土城可能真的要稍微再住久一點 因為目前的狀況是我們看到 有非常多的線索出來 之前週刊也有講說有千萬帳目不明 而且他的千萬帳目跟七百萬的金流 跟一百七十萬都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這個是不是已經浮上水面了 檢調當然要進一步再去查個清楚 到底是真相究竟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但是偉航哥是這樣的 因為在這個部分 因為他那個USB被收到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說有這些其他的細節跟線索 可是那一天要去柯文哲他家搜索的時候 柯文哲不是拖了一個小時嗎 對 所以我合理的推論 我如果可以的話 我這個USB我不是應該要馬上處理掉嗎 我應該要馬上處理掉啊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太多了 因為我是說 USB太多了 不知道是哪一個 所以就沒有辦法 因為可能他存這個檔那個檔那個檔 不知道 還有就是他馬上想得到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刪掉跟余將軍的對話 跟簡書培的對話 跟羅老師的對話 跟中聯網的對話 他不知道LINE有一個一箭全山的功能嗎 我沒有在教大家犯罪 一箭全山就有用嗎 沒有 我告訴你一箭全山會心虛 這樣太容易被發 完全沒東西 最有事了 但是王力宇律師說 他只算部分也是在畫重點 對 沒錯 就是我只能跟各位講 這個LINE這種所有的溝通軟體 當然有一些保密性很強的 我們就不告訴大家了 對 這個LINE絕對是跟你想的不一樣 你會覺得我傳信息給他 全宇宙只有我和他知道 錯 所有訊息他會上到市府去做儲存 除非他太大 兩個月會給你刪掉 否則他都會有 背後都會有一套系統儲存 為什麼 因為LINE也要在台灣做銀行 他配合中華民國政府配合度 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在內控上面 已經做好某種程度的雲端了 他不是刻意要竊聽你 只要你有訊息曾經 文字的那個占不了多少儲存的 所以他為了自保 所以他都會能流盡量流 太大才把他從資料庫裡面抽掉 所以除非你當初是傳文件傳圖片 否則你傳文字 音檔也可能會刪掉 但你傳文字基本上 他只要上過雲都會有被抓到的風險 即使你把你這一端刪掉 那現在有時候有告訴你一個警語 人家那一端不會刪掉 你在刪的時候 人家那邊不會刪 他都寫機率給你了 你刪有個什麼用 當然柯文哲為什麼 會覺得這個時候刪有用 我一定要反問 為什麼不早點刪 真的是要到大難零頭了 才在匆忙操作嗎 如果真的是他心態 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他大腦真的有一點問題 那也有可能是有早點刪的 跟當場刪的 當場刪的 當然就像有些人搞不太清楚狀況 像今天王鴻輝出來幫忙講話 他也許刪的不是這個 他是刪跟侯友宜的訊息 哪壺不開題哪壺 侯友宜現在已經跳起來 你講到我幹嘛 我好不容易才終於想起 不是 你這樣讓我想起 他不是有講說 有人要給他兩億美金叫他 對啊 你哪壺不開題哪壺 王鴻輝你是跟侯友宜有什麼仇 侯友宜最近才因為養得集團 在高雄被人家打 好 不管 那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好 但我們回歸另外一個 他 你說這個隨身碟 我只能說了 有些人在藏重要資訊的時候 他會有原始的 備份一 備份二 他可能有一個備份 不知道塞到哪裡去 因為備份就要分散儲存 在人家抄的時候被抄出來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因為隨身碟其實丟到水裡面 丟到馬桶什麼沖 都是比較好去處理 他就是有沒有處理掉的 那當然我覺得真正問題的關鍵 還是他家自己上傳到 雲端儲存的部分 像現在因為如果存文件 很多人都直接丟上雲 甚至你的電腦本身 也會直接丟上雲 他都會有雲端 自己就幫你雲端的 如果你用的軟體好一點的話 他就為了保險自己雲端 柯文哲可能都還沒有意識到 所以等到他被抄的時候出來 趕快跟黃國昌在那邊講 他對大家講的都是說 動用國家機器 現在在看我的電腦等等 所以他那個時候 應該內心你以難也知道不對了 但是可能柯文哲的爛帳真的太爛 真的太多 我想減掉現在也很傷腦筋 要全部人一起幫他看他的爛帳 所以我認為 剛才講到這個話題會燒多久 我認為看他的帳的速度沒那麼快 今天可能只看到第一行 神經金1500萬 大家在那邊查半天 到底有什麼相關金流 我認為這個查下去 可能真的會像王鴻威講 動搖國本 但是真的不是動到猴威那一塊 而是在原來我就有講過 柯文哲爛帳案爆出來那一瞬間 其實憂心的不是小草的錢被濫用 而是那些企業家 因為他們想都沒有想過 你柯文哲處理戰 可以爛到這種程度 受害的絕對是這些大老闆 因為這些大老闆 他平常在把他們的現金 攤到你紀元總部的時候 有一些常識合法的用企業捐 有一些稍微有點走偏風 他會叫他所有的經理人 用經理人的名字去捐 這個大家都各有技巧 原來這些都是檯面下藏著 你死亡對證 我可以說他們就是樂意 突然發了一個紅怨 就是要捐人 可是如果你柯文哲也有這個帳 兩邊一對起來 這些企業界大老就完了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殺傷力是什麼 以後民眾黨再也不要想去跟企業 用大額捐款 我覺得柯文哲確實很心虛這一件事情 所以禮拜一早上他被五寶交回 隔一天早上他不是開了記者會 他開了記者會 就是在控訴這一件事情 他說檢察官把我的手機 還把我的硬碟帶走了 他們接下來會開始寫故事 開始編故事 他們在研究我電腦裡面的內容 對 他們在研究我硬碟裡面 到底有什麼內容 真的有內容啊 這一本帳冊 就如剛剛韋航老師說的 如果這個帳冊裡面記載的 真的是私底下給柯文哲錢的人 然後不是政治現金 是私底下給的 那這些老闆真的叉叉叉 心裡都會叉叉叉 你怎麼還把我記載下來 流成證據 然後到時候本來他應該要用代號 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可能很多老闆在刪手機 直接丟掉 我們節目播出之後 這些老闆開始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自己去跟檢調 報到說我真的有給 我告訴你真的啊 因為這些東西繼續查下去 會不會勾出更多的違法市政出來 那這一些人如果每一個人都像審慶金一樣 如果真的色有不法 他到時候在這麼熱的天 全部到時候有可能剪掉一針半下去 你又不照實說 你全部要像審慶金一樣被收押 哇 這事情大條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的心虛啊 真的就是 我覺得他跟陳佩琪兩個人 不怪是紅了嗎 他們真的講出來的東西 就是他們心中最脆弱的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就是最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他收押 交保回來之後 他就在講說他的硬碟 被帶走了 檢調一定會做文章 結果沒有 果然沒錯 這裡面的文章是非常非常精彩